给皇后请安 坐吧 谢皇后 贵妃呢 怎么不来请安 启禀皇后 早上贵妃那边来人报说 贵妃突然晕倒 眼下太医正在医治 简直不把本宫放在眼里 本宫今天就教教她 什么叫做尊卑贵 参见陛下 若萱呢 他怎么样了 太医还在诊治 现在还不太清楚 他就是太累了 这让他休息他偏不停 你倒要看看 他眼里有没有我这个皇后 参见皇后 陛下 皇后前来 所为何事啊 怎么 这青纸殿 臣妾是不能踏足了吗 贵妃今日未来请安 本宫身为六宫之主 自然要来过问一下原有 贵妃病了 就算是病了 难道不应该派人来 禀告一声吗 皇后息怒 一定是春雨晃了手脚 才没来得及禀报 还请皇后不要怪罪 皇后忘了 奴婢今早已经禀告过了 要你这个死奴才多嘴 我看多事的是你 一天到晚惹事生非 陛下 太后到 参见太后 母后 都起来吧 谢太后 贵妃怎么了 我听说召了太医 母后请放心 贵妃没什么大事 就是太累了 这点小事 还劳烦母后跑了一趟 参见太后 陛下 皇后 贵妃怎么了 要不要紧 恭喜陛下 贵妃 有喜了 真的 你没诊错 臣有把握 确实喜脉 真是太好了 若萱 你听见太医说的了吗 咱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朕等这一刻 等得实在太久了 陛下 您不都已经有了大皇子了 怎么还这般开心 朕也不知道 这感觉就像 就像朕第一次当父亲一样 太后 臣妾不敢劳太后亲来探望 快别这么说 既然有了身孕啊 一定要好生养着 是啊 贵妃竟会照顾别人了 也不知道 会不会照顾好自己 春雨 这段时日 我会炖些补汤送过来 你记得伺候贵妃 多敬几晚 是 奴婢知道了 若萱 快问问肚子里的孩子 她 是一个小皇子 还是个小公主 一准啊 是位小皇子 是公主也好 跟若萱一样标致 太后说的是 公主好 又体贴 又好照顾 若萱 若萱 不管你生得是儿是女 朕都一样喜欢 你呀 就该老老实实地躺在床上 你这出来了 万一磕了碰了怎么办 一下将臣妾聚在屋子里 待久了总会闷的 再说 这天气这么好 出来走走啊 对孩子也有好处 好 下次你想出来了 就告诉朕 朕陪你出来 还有啊 母后那儿 不用每天都去 礼数尽道就行了 臣妾不累 只是有些害怕 怕什么呀 母后不会怪你的 和太后无关 只是臣妾 最近总是做着同一个梦 梦间 臣妾站在高处 许多愿度的眼光 都盯着臣妾 臣妾浑身发冷 也不过是个梦而已 你呀 都是要当娘的人了 怎么还能怕梦呢 臣妾 害怕不够勇敢 守护不了陛下 对臣妾的爱 小傻子 朕不是一直陪着你吗 再说了 朕是皇帝呀 你还怕朕保护不了你 保护不了孩子呀 放心吧 走 快走 快走 对 贵妃用力啊 再加把劲 再加把劲 可太猴了 再加把劲啊 对 用力 用力啊 再加把劲啊 陛下 陛下 陛下大喜啊 是为皇子 为妃母子平安 恭喜陛下 又等皇子 感谢祖宗 感谢祖宗 朕和你的第一位皇子 终于生了 茗玉 茗玉 生了 生了 是位小皇子 好 好 岂有此理 陛下是不是想干脆 废了本宫这个皇后 皇后可千万别生气 这也就是宫里的 一夕传言 听听就罢了 为了那个女人 陛下什么做不出来 那也未必 难不成 你有什么法子 皇后可别忘了 陛下刚刚亲政 很多朝政之事 他又仰仗 正亲贵大臣 立起商议决断 本宫倒是差点忘了 淑妃妹妹的舅舅 可是八王爷 怎么 陈王殿下 可有什么想法 陛下专宠贵妃 及施政上的一些举措 舅舅他们早有不满 早就想去太后那儿说礼 正好眼下 又有立二皇子为楚的传言 舅舅 必定是要表达态度的 陈王果然声明大义 尔臣见过母后 不用多礼 陈王 有事情可以在朝堂上赏译 但闹到母后这儿了 过分了吗 陛下息怒 亲贵们一致公愤 推举臣进宫 就是想要个说法 才请太后给评评理 太后 这二皇子刚出生未有寸宫 便被封为会王 这也罢了 大赦祈福 听说陛下 已经告诉了礼部 择一即日立他为太子 这不胡闹 陈王所言极是 太子 可关系到大晟的脸面和将来 更何况 大晟历来立子已贵 贵妃之子 非敌非贵 若陛下立二皇子为太子 名不正言不顺 后宫 也难以服气 朕 非敌非贵 按皇后之言 那朕 这个天子 是不是也名不正言不顺了 臣妾并无此意 好了 不管是哪个嫔妃的孩子 说到底 都是朕的孩子 只要朕悉心教导 就一定是最优秀的 陛下要这么说 岂不是事出无由 赏罚不明 陛下 你却从来不为大晟祖宗的基业考虑吗 你口口声声 说是为了大晟的祖宗基业 可你除了反驳朕 你干过什么别的吗 你 好了 陈王 这亲贵们的意见 我和陛下 都明白了 那就请太后明见 这立太子之事 务必要暂缓 就算将来要立 也要召集十二神孝营 请贵大臣们共同商赢 因为这是祖宗家法 更是规矩 谁要是打破 那我们芒 昆 昔 三营 誓死反对到底 你 好 此事 改日再议 蓁儿 送陈王 是 多谢太后垂听 臣先告退 陈王请 皇后 你也退下吧 太后 我 好了 就不要再多说了